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尾小牛 阿正家的小水牛一天天地长大 它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这都得归功于阿正的小儿子阿生 阿生每天都会带着小水牛到村外的草地放牧 老爸 我回来了 阿生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呢 天都快黑了 今天我带着它去了河边的那片草原 那里的草啊 又鲜又嫩 小水牛非常喜欢吃 所以就回来的晚一点 哎 爸爸 你看 它今天吃的肚子多圆多饱啊 哎 小水牛的尾巴那是怎么回事 它的尾巴 它尾巴怎么了 它的尾巴好像有一些白色的毛呢 哦 是啊 它的尾巴怎么会变白了呢 我之前也都没有注意到呢 阿生 你今天有没有让它碰到石灰浆之类的东西呢 没有啊 爸 你为什么这样问啊 它不会真的长了一条吊丧尾巴 爸爸 什么叫吊丧尾啊 水牛的皮毛 包括尾巴上的毛色 大多为灰黑色 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也是水牛家族的荣耀 而尾巴上长有白毛的水牛 不但会被同类视为另类 而且它还会招来灾祸的 不会吧 不就是长了一条白尾巴吗 怎么就会招来灾祸啊 村子里人人都这样说 谁家的牛要是长了一条吊丧尾 那可是非常不吉利的 过了一阵子 小水牛尾巴上的白毛越来越明显 村子里的人开始纷纷议论起了 这头长有吊丧尾的小牛 哎呀 阿正家的这头牛 还真的长了一条吊丧尾啊 可不是嘛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还不相信 现在你亲眼看到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家里的牛要是长了吊丧尾的话 一般都会赶快宰杀掉 但是阿正可好了 不但没有杀他竟然还继续养着他 你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看阿正家的吊丧尾呢 吊丧尾 我看看 哎呀 还真有尾巴是白色的牛啊 这就是吊丧尾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你看他这条吊丧尾 简直就是一条死尾巴 连动都不会动 小水牛又看了一眼 朝他指指点点的众人 然后转身朝不远处 在树下成了的阿正那里走去 走 我们回家 不要管他们说什么的 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 小水牛沉浸在无尽的忧虑和恐惧之中 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卑 甚至当蚊虫来叮咬他时 也不会甩动尾巴驱赶 大家都不喜欢我了 都是因为我的尾巴 讨厌的尾巴 我讨厌它 或许这个石柱 能帮我去掉这根可恶的尾巴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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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水牛 今天我再带你去河边那片草地 保持一顿好不好啊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水牛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怎么将自己的尾巴 弄成这样啊 这头牛我们不能再留着了 爸爸 你不会要把这头小牛杀死吧 这头小牛就这样斩杀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把它卖掉吧 爸爸 不要卖掉它 它不过只是长了一条白尾巴而已 它并没有犯什么大错呀 那可是吊丧尾 你知道最近村子里有多少人 在说我们的闲话 不但我们无法承受 这头牛也无法承受啊 你看 它都开始自残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它会被村里人的议论杀死的 好吧 希望它去的地方 没有人会相信吊三尾这种迷信的说法 就这样 这头小水牛被阿正带到了牲口市场 在那里 很多牲口贩子在挑选着喜欢的牲口 这些人的眼力极强 只要对着牛看上几秒 便知道这头牛的底细 爸爸 你为什么要把草灰拖到它尾巴上啊 小声点 别让那些牲口贩子听到 我这样做 一来是用草灰给它受伤的尾巴消炎止血 二来 为了防止被别人看出来 它长了一条吊三尾 哎呀 这头牛可不错呀 你看它长得继俊又壮 真是难得一见 没错 它不止胸宽腿壮力气大 而且性情温和 你看那小家伙的眼神 色泽特别纯净明亮 眼光特别聚焦专注 真是一头好牛啊 这头牛你要卖多少钱呢 八千五 啊 这么贵 能不能便宜一点啊 这么好的牛 八千五可是一点都不贵的 这牛的确不错 不过价格也有点过高了 一分价格一分货啊 这头牛真是非常棒的 既然喜欢 那就买下来吧 要知道 这样的好牛可是很难遇到的 诶 这尾巴是怎么回事呢 哦 它尾巴前几天有点受伤 我给它涂了一点草灰 白毛 它尾巴上长的是白毛 这么一点点白毛无所谓的 不行 那可是吊丧尾 把这样的牛迁到家里是会招来灾祸的 没错 把长有吊丧尾的牛迁到家里是会招来灾祸的 这样的牛 你只能延价卖给屠宰场 完了 现在这头小水牛是卖不掉了 爸爸 卖不掉我们就把它带回家算了 你没听那个牲口贩子说吗 把吊丧尾迁到家里是会招来灾祸的 那你不会真的打算把它卖到屠宰场吧 哎 算了 先把它带回家再说吧 反正这里也不会有人花大价钱买它了 阿正父子俩带着小水牛往回走 他们来到了一条河旁 然后踩着简易的石桥过河 平日里这条河边有好多人 今天怎么这么冷清啊 是啊 今天的确是有点奇怪 你们俩怎么还过河 赶快离开那里 怎么了 这座桥不能过吗 今天上游水库要泄洪放水 你们赶快离开那里 不好 洪水来了 你们快走啊 不好 上游真的放水了 阿生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赶快走 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然而 洪水来得太快了 转眼间 洪水便顺着河道朝小桥这里涌了过来 水流非常地快 水流非常地快 不好 洪水来了 不好 救命啊 水牛 是你救我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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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啊 不行 如果拦不住阿生的话 他被冲走可就凶多吉少了 阿生 快抓住我们 白尾巴 白尾巴 如果不是这条白尾巴 我今天可就凶多吉少了 阿生 真的好危险嘛 刚刚差一点命就没有了 是啊 要不是这头小水牛 我们肯定会被大水冲走的 这次真的要感谢它呀 哎呀 吊丧尾 这头牛竟然长了一条吊丧尾 都说谁家里要是养了这种牛 肯定会遭遇不幸 老弟 你干嘛还要养着它 你说什么呢 如果我当时没抓住它的尾巴 今天可就死定了 谁说这是吊丧尾啊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条救命的尾巴呀 没错 这是一条救命尾 不是吊丧尾 从那天起 阿正再也不提吊丧尾的事了 小水牛一天天长大 它身强体壮 干起农货来异常卖力 这让阿正家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富裕 这头牛可真有力气啊 只可惜长了一条白尾巴 你们不要再说什么吊丧尾了 它可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没有它 我们家最近几年的收成 哪能那么好啊 所以它是一条富贵尾才对的 秋天的山林里 会有很多鸟儿 稀息停留在那里 家住半山坡的王老汉和他老伴 每天都和这些鸟儿为伴 秋天到了 又到了候鸟南迁的时间了 是啊 这几天山林里的鸟叫声 可比以往多好多呢 而且经常还能看到一些候鸟 在山上落脚休息呢 要是我们的儿子阿川能回来 该有多好啊 是啊 阿川他小时候最喜欢鸟了 唉 也不知道他在都市里 生活得怎么样 工作辛不辛苦 我真的很想念他的 王老汉的儿子阿川 一直在都市里工作 只有春节过年的时候 才会回来 然而这一年的秋天 阿川竟然突然回家了 阿川 你回来 怎么也没提前跟爸妈说呀 我好准备些好吃的东西 给你吃 是啊 你突然就这么回来了 我们可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爸 妈 我这也是顺路回来看看你们的 今天我开车 带着我老板从周围路过 我跟老板说 我家就在这附近 我老板立刻决定 跟我来探望你们 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我老板买的 哎呀 阿川 你们老板怎么这么客气 送我们这么多礼盒啊 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怎么没和你一起进家里来呢 我老板到山上树林子里走一走 我一会儿就去林子里找他 你怎么能让你老板自己上山呢 阿川 你赶快去陪着他 是啊 阿川 中午你们就别走了 在家里吃顿饭好了 不知道我老板有没有时间 我还是先去山林里找找他吧 阿川来到山林后发现 老板正在山顶布置一张捕鸟网 老板 你怎么还带着这些网来啊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野味了 尤其是各式各样的鸟 所以每次到山区 我都会带着捕鸟网 希望能捕抓到一些野鸟来尝尝 没想到你家这座山上的鸟还真不少 看样子我这次是没有白来了 原来老板你喜欢吃野鸟啊 正好 我们抓到野鸟就到我家沙来吃 野生鸟的肉质都非常有弹性的 尤其吃起来味道更是鲜美的 对 现抓现吃 阿川 我们先去别的地方走走 我俩要是一直待在这里 那些鸟可就不敢朝这里飞来了 老板 既然你那么爱吃野味 那就把捕鸟网放在这里 我让我的父母每天抽空来看看 如果抓到了鸟儿就取下来 放冰箱里收着 等我回来的时候再带去公司给你吃 嗯 这倒是个好主意 只是要麻烦你父母了 老板你真是太客气了 我父母可一直希望你这位贵客 留下来吃午饭 让我们招待招待的 你听 好像有猎物被网抓住了 嗯 好的 混完成了